美媒、中美获报军事冲突共同利益消失,习近平日前会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,说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。 有分析认为,这凸显了美中之间,在很多领域的分歧,根深蒂固,随着美中互惠利益消失。 未来获引美中军事冲突广告,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·金·马蒂斯6月27日,与身间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,宣称中美双方军事关系良好,宽广的太平洋可容下中美两国,同时发展它提及双方也有分歧。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,我们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,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,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。 习近平的上述言论被认为是对马蒂斯指责中共将南海军事化的回应。 马蒂斯一直严厉批评中共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动作。 美国军方更撤回了对中共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演的邀请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国际安全会议上,马蒂斯批评中共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,并借此达到恐吓和胁迫作用。 这与美国自由开放的战略相左。 美中很多领域分歧根深蒂固。 美国之音,引述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·卡奇亚尼斯·哈瑞J·卡奇亚尼斯的分析说, 习近平的这番有关老祖宗,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的讲话, 表明中国是要把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的,当成自己的蓝色国土的他。 说中国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,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。 如果有一天他们想把美国拒之门外,想把渔船,海市作业船或游轮拒之门外, 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卡奇亚尼斯说,他们就是在明确的说, 他们控制着这片水域,他们的态度似乎很明确的。 也是很认真的卡奇亚尼斯预测未来的几个月或是几年, 美中关系将继续呈现下降趋势,因为将美中绑在一起的利益消失了。 他说,1991年苏联垮台后,促使美中建立友好关系的理由消失了。 后来,经济好像替代了那样的一个联系,但是随着美中越来越走向贸易战, 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让美中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了。 另外,美中在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深, 中共不断派遣军机,军舰绕台湾巡航美国国会议员们,提议对台湾增加军事支持。 同时正考虑派遣战舰穿越台湾海峡卡奇亚尼斯说,随着两国贸易壁垒的累加,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风险的增加问题,总有一天会到达临界点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。 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推进航行自由行动,同时联合自己的盟友们来抵御中国的野心,支持美国英法联,军也执行航行自由。 近年来中共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动作,不断导致南海火药未建盟。 早前中共空军首度宣布轰6K战机编队在南中国海争议岛与永兴岛进行起降训练,并且在南沙群岛部署了防空和地对舰导弹。 中共宣称在这些宣称主权的岛屿上,部署必要的防卫设施与军事化无关,并称在岛屿上建造灯塔。 气象观察预报,渔船避风救贤等应急设施贡献国际社会。 随后,研究机构和媒体曝光。 中共在南海争议岛屿上,还修建弹药汤库和雷达,安装雷达干扰系统以及部署防空核的对海导弹。 作为对中共轰6K战机,在南海进行起降训练的回应。 5月22日,美国派出两架B-52轰,炸机前往南海执行训练任务。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·Ceres Sanders,表示美国对中共南海岛礁军事化的行动表示关切。 同时警告中共这项行动会带来短期和长期后果。 马蒂斯也批评中共没有遵守不在南沙群岛部署武器的承诺。 作法违反国际法马蒂斯6月份在新加坡时再次警告中共,在南海军事化行动将有重大后果。 随后,法国和英国防长也表态支持美国,并组织英法联军在南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。 。